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肯定家庭关系的同时 影片所提供的社会关系同样值得思考 面对灾难 人们变得非理性 这一点之间的体现在哄抢药片的场景中 此时利己主义 从众心理等负面心理凶狠的扣杀善意 在前一场景中 男主人公将一个药片递给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 其实是反映了男主在年轻上过不去 放在摄氏生活中又有几个会这么做呢 这些为了钱的人真是丧心病狂 再想想我们国家为了钱什么都做 什么人性道德跟它没有关系 现在吃的肉是猪肉鸡 鸡是素成鸡 蔬菜农药含量超标 唉 真不知道我们以后会百毒无侵还是人类灭亡 好了 每一部好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欢迎留言评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